今天很开心 我们旺红的无名球舞董 获得了我们交通大学的 名誉博士的荣耀 那我们邀请到了 郝挺郝董事长 他代表我们交大校友总会 来表达他的祝贺 首先我真的要恭喜命 就我们的无名球博士 这是我们的光荣 也是我们交大校友的光荣 我们今天5月18号 能够颁证名誉博士 给无名球博士 那真是太好 我跟命是在三十几年前 我们在戏谷 就是一个住在山上 一个住在山下 我们都是邻居 那他到台湾来 等于是我们戏岛 在这边来奋斗 今天有这么好的成就 我们身为朋友 也身为校友 感到万分的荣幸 那他这努力的成果 今天展露在我们大家 每一个的校友的面前 我们除了今天 希望他身体健康的 旺宏能够越做越好 所以请郝董跟我分享一下 当年您在戏谷的 有趣或是温馨的小故事 基本上 他的小孩跟我的小孩 是上同样的幼儿园 所以有时候接送的时候 就会碰到面 就聊到 那后来他很早就到了台湾 来奋斗 带了很多很多的科技人 所以我们在戏谷呢 经常听到他成功的故事 然后他这一路走来 一直在强调就是 这四个最重要的 他一直奉行的原则 让他达到了人生的缘分 我们真的很感到光了 为他感到高兴 好 谢谢郝董 谢谢你 谢谢你 邀请你一起来看看 这篇非常精彩的故事 2020年的产业人物杂志 望宏董事长吴敏球 董事长接受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认识 这些精彩的产业人物 他们如何在自己的产业里头 自己的食物上面 怎么样 客服挑战 持续创新 并且一次又一次的 在产业史上写下辉煌的记录 实体的印刷版杂志 请您到脸书 产业人物Wappeople 里头的粉砖商店里头去看一看 那么如果是电子版 请您到读墨 在电子杂志的这个品项里 您可以搜寻产业人物这四个字 您可以试读一下 然后电子版的杂志 也可以在读墨的平台上做订购 这些讯息 我们都会留在影片下方的说明 还有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您留言给我们 随时联络 如果您跟我一样 关心产业的脉动 请您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和我们一起为产业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